贵的不是因为美比本身 而是收入实在是太低了 这还是月收入1500人民币的呢 要是按照前总理李克强的话 中国还有6亿人不足1000人民币的月收入 所以我认为中国底层人民的收入太低 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就是人民币的购买力太低 不是太低啊 是太低太低太低了 我们之前做了一期节目 讲的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货币购买力的对比 研究以后据我个人分析 中国的人民币的购买力 是美国美金购买力的十分之一 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 华为新出的手机Mate60 Pro 发售价格是6999人民币 至于这个芯片是怎么做的 牛逼不牛逼我不太清楚 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牛逼不牛逼反正我也不会用华为 但凡只要考虑到安全因素的人 都不太会用华为